保七总队第六大队和玉管处人员联手将涉行爬黑山的七名山友逮捕 托保七总队提供分享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梅山管理站和保七总队第六大队 在南横三山一带巡查时发现刘静男子等七名民众行习可疑 正要趋签盘查对方七人把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丢弃背包等随身携带的东西 一场山区的猫捉老鼠后七人全被逮捕 证实是违规爬黑山七人都被依违反国家公园法开单告发 每人罚款三千元 保七总队第六大队配合玉管处 三日下午在南层三山的库哈诺新山登山口展开守望勤务时 在库哈诺新山步道0.2K处发现刘静男子等一行七人 正言行步道下山 一伙人见到警察立即往回逃跑 众人边跑边丢弃身上的背包等随身物 以减轻重量方便逃逸 警方对山区地形熟悉 兵分三路包抄将其人全部逮捕 警方表示玉山国家公园区域的南层三山有库哈诺新山 塔关山和关山岭山 海拔高度都超过3000公尺 巴巴风灾时 因对外联系的南层公路受窗 目前尚未完全修复 致圆区未对外开放 刘静男子等七人没有取得入山许可 爬黑山范行明确 七人都被依违反国家公园法 每人开罚3000元 爬黑山的七人见警后狂逃 海沿路丢弃背包 托宝七总队提供分享 宝七总队第六大队及预管处人员联手 将涉行爬黑山的七名山友逮捕 托宝七总提供分享